国语有生善书 南天虚原唐善书 生灵的悲戚 主住先佛为南海古佛观世音菩萨 佛鸾为通天虚彼 南海观世音菩萨将 圣世无今日降住生灵的悲戚 所谓我肉众生肉 明一体异异 同于一灵性 只是差行区 一说明人之肉有同众生之肉 而灵性亦相同也 只不过明与身躯有所差异而 何苦相互残害而伤身败得呢 灵灵相残 何时能了 水火刀兵之劫都是由此而来 故当名而悔悟之 同时亦会因而受果报之感应 而报在己身也 立一 清 雍正年间 江苏省有一线令 平时洗食鹅掌及羊肉 而鹅必将之求于铁笼内 笼内摆一铁块 烈火至热 使鹅在烈火之铁皮上跳跃 待鹅掌因受热而肿胀时 方将之舵下烹煮 而羊必令厨夫将羊之胸肋剖开 以手取羊之心 趁热烹煮 为了保己之口腹 忍心残害鹅与羊不尽其数 有日 该之县身染恶疮 要使网笑 炎一诊治 总难痊愈 后来在床上痛苦呻吟 脱有数月之酒 方时死亡 真所谓之县是暴也 立二 在浙江省吴兴县 亦属雍正年间之事 有一位姓者 平日以耕农为生 闲时更以捕捉青蛙 善于打鸟等 杀害不少之生灵 虽邻里或朋友 欲比其能知而改知 但总屡劝不听 我行我素 某日亦染恶疮在身 每窗均起肺炮 每炮内似有一铁株 焦黑溃烂 痛苦哀嚎不已 握于床上 痛苦不堪 突然间 见甚多只鸟 善于青蛙等来啃食其肉 未幸七女健壮 知其平日杀生无数所致 不予理会后来见骨而气断死亡 由此可见之不适不报 而报在己之杀业也 盼世人能多生慈悲之心 悉灵为药 不忘慈悲者总有厚福的 南海观世音菩萨将 圣世无今日降助 生灵的悲戚 人最可值得赞配者 就是能存有一颗慈悲之心 能忍忍爱物 能爱惜生灵 如此不但可得福报 更可显出己身本灵之纯净 世上最可悲者 就是不能爱惜物命 残忍成性 不但会伤害己身灵性外 更会因而结下渊渊相报之因果关系 世人不得不慎思之 西清朝末年 京城有一潘姓小丽 年约若冠 一日于有人数名 由细于草丛之间 见一目羊人一露一只羊 此位小丽 即与数位有人将此羊偷之 又怕此羊咩叫太大声 被主人识破 即使力将此羊之口撕裂 而羊鲜血喷流满地 事业与有人共同将羊仔之共享 事隔一年 此位攀姓小丽舌头 见此萎缩 已无法言语 就向县令请辞官职 县令恐其言有诈 就检视其舌头 果真萎缩 剩下半寸 县令询问小丽原委 知此乃杀业果报之来 为挽救此小丽 建议其能写经 诵经回向之 因县令已询问此小丽 以知缘为已 而此小丽忏悔 兼新赵县令 吩咐行之 事后年于 攀姓哲果真回复原状 照常上班 恢复原职 此事例 可明白杀业不可造 尤其无辜生灵之生命 更不可随意残害 否则果报之惨 难以想象 判世人之此而引以为戒 您注意